不是因为我学的很精彩 而是中国故事就很精彩 14年到了中国 我一下飞机就觉得 终于回家的感觉 我的目标是 让更多的西方人 去了解中国一家 因为我喜欢中国的文化 这是我的一个梦想 来这里 大家好 我叫夏天逸 来自法国 现在是在景泽镇陶瓷大学 就读这个雕塑专业 提供于是我的母亲 她其实本身就是一位 陶瓷艺术家 那么我是受她的影响 从小而木染 然后渐渐地就对陶瓷 这门艺术 就是产生了兴趣 在世界辞都江西景德镇 有这样一类群体 他们来自不同的国家 却对这座城市情有独钟 为学习或交流 致辞记忆而来 他们被称为杨景飘 来自法国的留学生夏天逸 就是其中之一 我们是08年第一次来到景德镇 有印象 当时景德镇其实还蛮小的 变化是很大的 变得更加的国际化 现代化 此以再到 这些杨景飘们 在景德镇学习交流创作的同时 也把中国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 第一特别有标志性的一个地标 就是陶西川 我们在陶西川里面 其实也能找到很多像我们一样的那种 杨景飘吧 包括可以就是大家一起交流 一起学习 包括可以一起展览 一起参加集市 那么我们的作品能够被更多的人看到 我们也能够学习到 能够有更高的一个角度去看待这个陶瓷这门艺术 谈及未来的打算 夏天逸表示 学业结束后 自己想在陶瓷传统技艺方面 进行更为系统深入的学习 可能会去周边景德镇 去寻找一些传统 不管是传统绘画 然后雕塑 相关方面的这个艺术家 能够进行一些 更加系统的一些学习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